对一个大学生 或是对一位 不管他是大学生 或是中学生 任何一个学生 他基本上 怎么样能够作为自己的主人 我想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一定要能够找出自己的长处 就是发挥自己的长处 但是千千万万不要 以为什么都要设定 以为什么样都要懂 因为什么 因为越年轻的时候 也能够发现自己的才华 你就会变成像狼狼 你就会变成像什么 刘翔 你当然就会变成姚明 那这些人 为什么能够扶风唤雨 之所以能够在世界的舞台上里面亮眼 关键是在哪里 因为他从小就已经被发掘到了 但是假设我没有能力可以发掘 我可不可以请专家的帮我发掘 假设我没有办法 父母也没办法看到我哪一个优点 至少也可以去专业的 这些公司可以帮你测试了解一下 为什么因为越早开发自己的钱 越早发挥自己的长才 我认为那就是CEO的一条非常康庄的大道 为什么因为很多人 除了社会还不晓得自己能做什么 也不晓得要找什么工作 大部分的是吧 就是我练计算机的 我就赶快去找IT的产业 我练什么就开始做那个 其实不一定是这样 不一定是这样 因为绝大部分的填字业是蒙着眼在填的 甚至更多的是因为学校而练的 某一个学校比他好我就练 或者是因为父母要练的 不是父母要练 父母要领练的 所以最终你还是替父母练 那我想这个是 在学校的过程当中 我认为那是基本的 所有大学里面所训练的 不管任何学科 最终只有一样东西 叫做逻辑思考 就是你逻辑的思维够不够清楚 其他都是垃圾 昨天我讲过 大学毕业生只7个percent 可以用在工作上 其他都废料 都是废物 我不是说传统不好 传统教育已经不符合 不符合现代的需要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新的知识 还有旧的知识的快速折旧 太快了 你根本跟不上 那个已经几十年的教科书 已经不符使用 现在的社会跟工作 那个步调已经不一样了 时代也不同了 所以现在的终身学习 已经变成现代人的 一种生活方式 也不再是什么 一定极限在哪里 极限在课堂里面 或者是在哪一个地方 不是的 随时随地 任何地方都是学习的地方 所以我想这个才是 终身学习的关键所在